而四分之八是指作曲家Antonio Fivaldi的作品及Office 8中的第四首作品 其中包括四季乐曲 而RT297是指Fivaldi的作品四季中的第四首曲的冬天 Winter 他在Vion Per Shikens目录Vion Per Shikens 是一个Fivaldi作品的系统目录中的冰号是297 四季是意大利作曲家安东尼·维尔瓦尔第一个创作的一组小提琴节奏曲 于1725年发表 这个作品集包含四个乐章 分别代表春、夏、秋和冬 每个季节的乐章都包含了维尔瓦尔第四季特征的音乐描写 如冬天中的寒冷、冬雪和冰冻的描写 这个作品集被广泛认为是维尔瓦尔最具代表性和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 也是巴洛克时代最知名的作品之一 四季作品集是维尔瓦尔第一个代言作品之一 这个作品集中包含四个小提琴节奏曲 分别代表春、夏、秋和冬 作品集被认为是维尔第一音乐风格的风风之作 也是巴洛克时代最知名的作品之一 四季中的每首歌曲都非常独特 具有强烈的表现力和鲜亮的音乐特色 如冬天中的快速联统和音乐 也计时用小提琴的高音部分来弄的音乐风格 这些音乐特色点都提供在了维尔瓦尔第一个作品风格的风格 作品 巴斯和奥迪297是四季作品集中中天这个乐章的编法和木鲁编法 它们的出现方便了作品的推选和风格 并为学术研究提供风格 阿波阿比斯和奥迪297是有关维瓦尔的四季作品集中中天这个乐章的编法和木鲁编法 阿四分之八是指数剧作品集中第四季作品 也就是冬天这个乐章的编法 方法是达东亿 小时作品是唐瓦尔第一个 互相作品集中的编法和木鲁编法 而高级297则是创作品的编法和木鲁编法 并为白云风格开义 并为白云风格开义是一个对维瓦尔第一作品进行分类和编号的系统目 这使得作品得以便捷地进行研究和识别 维瓦尔第四季作品集中的冬天是一首非常著名的古典音乐作品 其音乐描绘了冬季的冰雪景象和寒冷气息 为听众带来了深刻的感受和震撼 在这首乐体中 维瓦尔第使用了许多巧妙的手法来表现冬天的景象 如模拟风声 雪花飞舞的声响 使用高音琴声模仿寒风呼啸等等 这些手法加上维瓦尔第精湛的音乐技巧 让听众似乎置身于一个冬日的风景中 冬天由三个乐章组成 分别是冰冷的风雪落一片和冰面上的行人其中 冰冷的风以快速 剧烈的行声描绘冬季风雪的哀喜 雪落一片则是以缓慢 柔和的行声描绘下来的 冰面上的行人所以心态的行人描绘在冰场上 整整乐曲既表现了冬天的严寒的风景 又展现了冬天的美丽和宁静 它的音乐形势人物 充满了浓郁的想象 无论是对音乐恒神还是对冬季的相优 都有任机会的影响 它在冬天的冬天的乐曲中 还有满满 冬季的男权表现了冬季的光明 这也可以看作是对人类孤独感的描绘 让人感受到冬季带来的孤独与寂静 春天的希望 乐曲中有一个部分展现了春天的希望 伴随着温暖的阳光和生命的复苏 这可以被理解为人生中的转革点 虽然困难重重 但总有希望和转机 自然的力量 乐曲中表现了自然界的强大力量 如风 雪 寒冷的 这也可以被理解为对自然界的敬畏和赏 提醒人们要保护和珍爱大自然 总的来说 冬天这首乐曲展现了维瓦尔地 对自然界的情感和敬畏 同时也描绘了人类孤独 转折和希望的情感 它的音乐形式和情感含义都极为丰富和深刻 是维瓦尔地作品中的精彩之作 维瓦尔地跟苍莉贝光 1678年到1741年是意大利巴洛克音乐作品家 小提琴家 教师和神父 也是18世纪初期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 他出生于维尼斯的一个音乐家庭 最后受到音乐的熏陶和教育 他的父亲是小提琴家和作曲家 也是他的第一个音乐老师 维瓦尔地在音乐上的颠覆很早就被发现 他的第一部作品在13岁时就已经完成 18岁时 他成为了圣玛丽亚德拉莎教堂 皮萨迪萨和梅莉贝丽特的小提琴手 并在那里开始了他的作曲生涯 他的音乐创作主要是为教堂和志愿写作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四季这部作品 四季是维瓦尔地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 这部作品由四个小提琴协作主组 分别代表春、夏、秋等四季 维瓦尔地用优美的旋律和丰富的音色 来描绘每一个季节的风景和氛围 成为了巴洛克音乐的代表作之一 除了音乐创作外 维瓦尔地还是一位杰出的小提琴家和教授 他的小提琴演奏技巧和教学方法也很有名 他的作品和风格对后来的音乐家和作曲家 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维瓦尔地的一生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 包括小提琴协奏曲、室内乐、歌剧等等 他的作品广受欢迎 并且被后人认为是巴洛克音乐的代表之一 他于1741年在维也纳去世享年63岁 维瓦尔地的四季作品集中的冬天 是这部作品集中的第四首曲子 创作于1723年左右 整个作品集都是为小提琴和乐团而作 他是维瓦尔地音乐创作的代表作之一 也是巴洛克时期最著名的乐曲之一 冬天这个乐章是以寒冷的气氛和寂静的景象为主题的 他使用了多种音乐手法来表现冬天的氛围和景象 例如维瓦尔地使用了慢版 瓦尔格的节奏和冰天的和弦 表现出大自然的冰冷和安静 他也使用了快版和微波的节奏和强烈的音乐动态 表现出风雪交加的风景和冰雪中生命的争承 整个乐章透过强烈的对比和反差 完美地表现出冬天的氛围和景象 维瓦尔地的四季作品集中的每一首曲子都是一首作文基础 为了更好地表现季节的氛围和冬天 在冬天这个乐章中 维瓦尔地使用了大量的音乐符号和技术 例如高音爬音和颤音来表现冬天 雪和冰的神功效果 同时他还用了类比和影域的动作 例如用小提琴演奏出颤抖和颤音的音乐 来表现人在冬天时的颤抖和憨冷 冬天这个乐章的发展历程也很有趣 它的音乐素材和技巧 也为后来的作曲家广泛地使用所发展 例如北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中 第四乐章的开头就引用了冬天这个乐章中的一个组品 此外还有许多后来的作曲家 也在自己的作品中 引用了冬天这个乐章中的音乐素材和技术 这也反映出这个作品最后是音乐的影响和价格 此外冬天这个乐章的发展也反映了维瓦尔的利益 在音乐创作上的革新精神 它不仅在这个作品中使用了新的音乐技巧和生活 还将声音与意向和情感混合在一起 以表达季节的氛围和生命的情感 这样的音乐风格和思想在当时使用了心灵和革命其他 对后来的音乐发展产生了深入的运气 总之 维瓦尔的四季作品集中的冬天不仅是一首优美的音乐作品 更是一个音乐创作的代表和革新的标志 它通过音乐的手法和技巧 将季节的氛围和生命的情感融合在一起 成为音乐史上不可或缺的经典之作 维瓦尔的四季作品集中的冬天是它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不仅在音乐界广泛流传 还在其他领域被广泛应用 首先 在电影 电视剧和广告等影视作品中 冬天这首乐章常被用作背景音乐 用来营造冬天的氛围 表现人物情感或影响旋律气氛 其次 在现代音乐中 冬天的旋律和音乐 在这种旋律和旋律系统 许多流行的旋律和旋律 都受到四季律律和旋律 尤其是冬天这种旋律 它的旋律和旋律中 是不仅在音乐时代 成为经典的样子 此外 应该如何能够伤害 冬天这首乐章也已经很严重 例如在东西里面的旋律 曾经的乐章 是冬天的旋律 营造成宗律的恢复企 总之 维吾尔的一次机会 进入的时间这些旋律 平时的旋律和旋律 成为音乐时代的经典之作 也成为了许多艺术家和音乐人的灵感来源